我們的課程今天是第四次上課 所以我們的上課錄影 不過上個禮拜的錄影好像比較慢一點 因為我回去忙一忙忘記了 所以就有同學提醒我 他影片沒上傳 所以我就把它上傳上去了 所以上個禮拜實際上 主要是針對106跟108 這兩題做練習 難度的話 好像106會比108會複雜一點 不過他還好 可能比較難一點的部分的話 應該就是利用康義不計算答對的數量 然後把它格式化打勾的部分 如果你答案 看懂題目也做得出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 這個不算是太困難的事情 今天的話我們繼續再來看 110這一題 首先請各位 一樣把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110這個題目叫做電子股 難易度的話屬於億 然後他說 33是他要投資股票 所以他想要以那個 簡單圖形的方式呈現美股 如果你要投資股票的話 需要知道哪些訊息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就是到底 他的那個什麼 股價的波動情形 還有他 成交的金額 各是多少 所以你會發現 他要呈現美股的什麼 著收 開盤 成交 那著收的話就是 昨天 前一天的那個什麼 收盤的 價格是多少 那開盤的話就是當天 就是今天的 一早 開盤好像就8點 開盤的時候 的那個那個那個 數字 那成交的話就是說 當天 最後 就是股市休市的時候 到底 以多少成交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價格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成交的價格 還有他波動 波動有可能最高 有可能最低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比較123這個比較 還有這三個的比較 那這個可能就跟時間有關吧 這個跟金錢的高低有關 OK 所以其實 如果將來你們要投資股票的話 那這個都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他希望就是說 因為你看一堆數字 所以像你看發現 我如果把那個 10 這個 這一題把它打開的話 好 不過你打開就記得啦 我剛剛打開好像是用 另外的試算表 好像我們電腦裡面有 有別的 記得按右鍵喔 你看開啟就用Excel 不然的話他好像會用這個 這什麼 MODA這個 這不用這一個 我們用Excel 把它打開 那打開之後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就有很多的股票 代號 還有 時間 成交 買進賣出啦 漲跌情形有沒有 那Ctrl向下我看一下 這邊總共有65列 所以有64檔 股票 那這64檔股票的話呢 他想要知道這個行情 不過你看 一大堆數字喔 看了其實眼花撩亂 所以他是希望說 能夠用很簡單的方式 能夠呈現 數字的變化 OK 怎麼樣簡單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的 可以把數據 圖像化 也就讓 連小學生都看得懂的話 那表示 你這個 數據圖像化這件事情 做得非常好 可是如果假設 你說也是把這些資料 丟給別人看的話 我看很多人應該投昏了 那是什麼東西啦 所以他其實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用圖像簡單的圖形 把它呈現出來 那這裡他有講 就是什麼 橫條圖 所以關鍵字來了 就是用橫條圖 讓他呈現出不同的變化 那這個所謂的橫條圖 我看一下我這邊好像已經有一個做好的 我這邊有一個已經做好的 我把它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 做出來的效果就長這樣 有沒有發現 原來是這樣子 都是一堆的數字 那他希望你做出來的結果就長這樣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一個波動 你一看就知道 昨天 那今天 那最後成交 所以 最後成交是往上的 也就是這一檔股票 今天是漲的 OK 然後你可以看喔 這個是昨天的價錢 然後呢 這個叫 開低走高嘛 有沒有 他最後就往下跌了 有沒有 應該各位聽過 股票分析師常在那邊講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 看這個折線圖 馬上就一幕了然了 另外的話 成交的高低值這邊也有 有沒有 成交的金額 然後最高最低的 有沒有 這邊其實他用那個 有點像那個 柱狀圖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 成交金額最高跟最低的一個情形 OK 那當然如果假設波動很大的話 應該 這個 之間的差異就非常大 可是如果波動很小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 成交金額跟最高好像沒有差太多 表示說今天的成交金額 已經算是很高的 OK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要警惕 已經很高了 所以就要去 高怎麼樣 就要想說會不會往下跌 其他還有像什麼 張樹有沒有 像原來的張樹好像他沒有圖 張樹這邊 有沒有 你不知道數量多寡 你看一堆數字 倒不如給他畫個圖 畫在哪裡 畫在它底下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Excel裡面的一些新功能 就是 可以讓數字 用圖像 或者是色彩的方式來呈現 這個其實功能蠻棒的 至於怎麼做 首先的話 待會請各位先開啟那個110這一題 110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記得用Excel開 你不要用那個 我們電腦裡面還有裝另外一套 免費的 試算表 但是那個免費的試算表 大家也不能說不好用 大家就是用起來就覺得 雖然是一樣是試算 但是真的用起來就是不太順手 所以Excel有它的優點 所以像現在坊間很多免費的試算表 但是你免費送人家就不要啦 OK 因為難用 很多人覺得難用啦 OK 首先的話 我們按照這個題目的需求 逐一來看 當然 我是覺得 正照考試 如果你要考過 第一線是 你要看懂題目 到底在問你什麼 不然你連題目都看不懂 到時候考試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紙本 這個就給你 比如說你先抽到110 他就給你這110 那你就按照110給的問題 你就逐一把它 作答 正確完成 存檔 照他的指示 最後存檔之後 那就完成了 所以三題 40分鐘 我覺得如果你 只要練熟了 考試應該 考個70分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OK 之前 上一期 課程 還有一個同學是考 專業級 所謂的專業級 就是說 他是考那個難度最高的 他是考這個 考這個專業級 就是他考那個 除了一到五類 有沒有 專業級就是說 除了 前三類之外 他是一到五類 全考之外 還加考學科 學科就是說有選擇題 20題 一題一分 OK 而且好像有倒扣吧 我記得 然後一樣是 考那個什麼 就是 考試時間一樣 就是60分鐘 然後考5題 難度其實是最高的 那當然如果你有考過專業級 那理論上是最好 表示你 這麼難的題目 都做出來 那表示應該 你是更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 10的第一題 他是要做什麼呢 調整欄位順序 這個順序 將第一列標題 第三個應該是著收,可是著收卻在哪裡呢? 意思是說請你把著收放在時間的後面 開盤也要把它放在 所以著收跟開盤這兩個應該要放在C跟D 假設要把著收跟開盤放過來的話,很簡單 點H跟J,然後按滑水右鍵 做什麼呢?減下,因為你要把它移過去 所以減下之後的話,那移到哪裡呢? 移到成交的前面,所以你點一下C 然後按滑水右鍵,它會出現什麼?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其實應該是減下的欄 可是它這個意思其實就是 減下你那些東西,把它貼過來 按這個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這樣的話應該就對了,看一下 著收開盤,再來是成交 然後再來應該是最高跟最低 可是你可以看到成交後面不是最高跟最低 而是買進 所以呢,一樣的道理 請你把最高跟最低選起來 J跟K,然後按滑水右鍵 減下之後的話呢 再到哪裡呢? 再到成交的後面這邊 就買進有沒有? 應該是買進的地方 F點一下 選一下F,然後按右鍵 一樣是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這樣都是最高、最低 有沒有?最高、最低 然後再什麼?買進、賣出 然後再漲、跌、張數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視窗好了 這樣好像我覺得比較好 不然的話 如果我把Excel放到最大 這樣切來切去 感覺好像有時候會忘記 不如你乾脆直接怎麼樣? 把Excel剛才縮小一下 這個我剛剛是把它縮小 放在下面 OK之後的話呢 EOK了 就是調整 所以這兩個跟這兩個 是把它放在成交的左邊跟右邊 OK 那再來的話呢 在L欄 L在哪裡?L在這裡 然後新增這個資料 所以這一欄的地方 新增什麼資料呢? OK底下有說明 就是 他說要增加欄位名稱 所以要在那個 這個L1的上面 打上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這幾個字 然後欄寬要設定成15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怎麼樣? 把著收開盤成交的這個變化 做成折線圖 有點像是這樣的結果 有沒有? 這邊這個 那我偷懶一下 我把這些字複製一下 有點像做成這樣子 L欄嘛 所以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先在L1這個地方 輸入剛剛的那些字 著收開盤與成交比較 輸入上去 打勾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不一定要打在這裡 你打在這裡也可以啦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 它沒有折行 有沒有? 它變成說這個格子這麼寬 它跑到格子的外面 那怎麼辦呢? 第二個請你讓它自動折行 按右鍵 出成個格子 請你找到對齊方式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 自動換行 它才會自動幫你 如果它超過那個邊界的話 它會換到下一行 OK 把它打換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寬度到底要多少? 有沒有? 它好像要有一個指定的寬度吧 它的寬度是多少呢? 寬度是15 我看一下15 15有幾個方法設定 那你這樣拉15 大概拉到15 不過這樣拉到15 是可以 可是你會發現很痛苦 因為15了 15.00放開 就這麼寬 可是它真的不好調 尤其滑鼠如果沒有那麼靈敏的話 你要調很久 所以如果假如 你要調剛好15的話 有個方法 1.選取L 選起來 2.按號要是右鍵 3.按號要是右鍵 3.按號要是右鍵